陈岗 现在有一项新的工作要教给你 是什么工作 张姐 你就说吧 市委决定 要出版一种群众性的宣传刊物 刊物的名字叫《挺进报》 每周出一期 可直接发到可靠的积极分子手里 经研究决定 你那里做秘密印刷点 好的 我那儿的条件确实很合适 以我现在这个厂长身份 敌人还暂时不会怀疑我的 好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挺进报的工作人员了 嗯 来了 怎么样 报社还忙吗 好 还好 好 谢谢啊 找我有什么事吗 四雅 组织上决定出版挺进报 有你负责稿员 你注意把寄到你们报社的新华社稿件收集起来 没问题 没问题 现在 还需要一台短播收音机 直接收听 新华社 邯郸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 供挺进报开用 我认为这是一台短播手 我来解决 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四雅 你这部分 是挺进报最重要的环节 为了工作方便和安全 今后我们之间 只能通过联络员联系 我明白 货位 三清团的人在张贴布告 说是请了个什么教授 来演讲论读书救国之真谛 会后还放一好莱坞的电影 这帮杂种 专唱对台戏 用这种方法来争得群众 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其他院校的学生 什么时候到了 九点钟到团间广场集合 然后出发 那好 我回去换换药 一会就回来 郑可成 你行动不方便 这次就不要参加了 不行 你们一定要等我回来 您好 您下来了 您来 将来 看成有事 你快去吧 这次游行必须取消 取消 为什么 越到这个时候 我们越要保持冷静 千万不要低估敌人的力量 现在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 为保存实力 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为了将来 世卫决定 过段时间 把学运中的骨干力量 转移到华英山根据地区 有我吗 没有 为什么 你还有别的工作 什么工作 你留下来 做我和另外一个同志的联络员 担任挺进报工作 挺进报 太好了 那个同志是谁 现在别问 到时候就知道了 这项工作很重要 也很危险 挺进报 是市委的宣传刊物 敌人会查得很严 你一定要严格遵守 秘密工作的原则 要尽量减少 和同学朋友的来往 另外 你和他要以恋人的身份出现 今后 也可能你的同学和朋友 因为你和他减少来往 而产生误解 这一点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至于你的公开身份 他会告诉你的 清楚了吗 我是西风飞 报告出座 学生的游行队伍突然解散了 校园里恢复了正常秩序 我知道了 要继续监视 我就不信共产党会甘心寂寞 严局长派遣到重达的特务学生 李继刚 已经暴露 知道了 严罪那边有什么新的线索 要及时向我报告 出座 初座 喝点水吧 你的压力太大了 我原来想从学生身上打开切口 一举倒回工党的地价阻值 怎么会突然收了呢 初座 最近严罪的行动如此秘密 说不定 他已经得到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 某种情报 或者是直接线索 是刘先生吗 是 我信孙 你要的报纸我带来了 是大工报吗 正是我押的 谢谢你 孙小姐 咱们走走好吗 嗯 拥有 我保证 请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